这一笔不要写太粗 它没有很粗 看一下起笔 你在现场看哪 直接看老师运笔是最直接最方便 看得最清楚 你还可以问 如果你没有注意看 去做转头做别的事情 你就损失了 来从这边平行的延长线提贴 往下 这个呢 轻轻的往后按按按按按 好收 这个按会一点点而已 不要多哦 不要多 宝贝的背 轻轻的一点点提高 不要碰到我桌子哦 它好像没有黏住 左右都没有黏住 注意看这个 点回贴笔先回到中间再向左 这个点看一下往后拉往它的延长线拉往它的延长线拉 好这个折呢 黑板上那个鱼玄 你那个右手边这个筋啊 筋这个筋的这一笔方向写错了 好现在看一下手字 这个手他是斜斜的上去 他的这一笔 齐笔完以后很细 所以你的手要慢慢提高 好慢慢提高 好再来 好这一笔在这边贴完以后 我向左越来带一点平 好这个呢 贴好以后 直直的 你直直的 然后下面收细 它就会变得有点向内 好 这个对中 对他对他 好 他没有黏住 我们就不要黏住 这一笔跟他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贴的时候 这个就会贴到外面 这个会比他多 这样就够了 好 下面这个字就是喊 喊怎么写呢 好 他是写一个字 下面一个干 对不对 豆干的干 但事实上呢 这个喊 原来的字是长这样 好像是一个宝盖头 宝盖头 好像是一个宝盖头 少一点 血部少一点 然后喊着这样 那我们照着铁血 这个式呢 还蛮大的 笔不粗 好轻轻点住 向右 提贴 中间两小树 然后呢 下面这一横 不要左右 结住 接下来我的这一横 画跟他一样宽 然后呢 你把它跟这个这一横 差不多宽就可以了 或者比他小一点 接下来这个呢 会比他左右 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所以他本来是到这里 让我多一点点 向右 手提高 右边也比他多一点点 好贴了 剃 这一束没有很长哦 哦 哦 好 好 好